歡迎大家收看大明大放節目 我最近的零星轉了 不是支持CY 轉了不是爆咪姐 轉了李春基 嘩!那句真是厲害 嘩!一聽完 金正恩大將 萬歲萬歲萬萬歲 整個人都醒了 嘩!很棒 真是果然北韓領袖 金正日過世之後 搞到我聽到主播眼淚水都飆了出來 還說到金正恩大將 萬歲萬歲萬萬歲之後 整個人極為感動 既然是這樣的話 大家都不明白 我亦都不明白 為何旁邊的國家這麼緊張 又說要戒備 又說要捐稅道 是否真是這麼簡單 究竟金正恩是甚麼 搞到主播講到這麼厲害 揭哭感口 那就真是要請兩位專家 和你講一下 後金正日的局勢是怎樣 左邊那位就是鄭宇誠 大家好 靖大政治學講座教授 對面那位許晶 經常上來講一下 究竟周邊的國際關係是怎樣 先問鄭宇誠 我聽到李春基真是很感動 說到金正恩大將 這個人是甚麼人 完全是不懂的 金正日交了權給他 而似乎都很穩固 講完公佈了 給了他 那這是甚麼人 為何會是他 為何是他 真是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大概是他得到父親的寵信 我覺得是這樣 比較穩定其實是預期的 雖然一般是怕會有甚麼大變化 你看到日本南韓都提高警戒的級別 簡單來說就是 金氏王朝在北韓掌權六十幾年 似乎你在北韓人的心目中 就很難接受或者很難想像 有個不是金氏王朝的人出來掌權 知道他標了甚麼出來 變成其他的 只能夠要求他們的精英特殊階層的地位 和利益得到保障 即是軍方 黨政官員 幹部 他們的利益得到保障 不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他們能夠做的 與其真是挑戰金正恩 那個風險這麼大 倒不如捧這個虛軍 在背後爭一下權 爭一下影響力 共產黨的軌跡都是這樣 另外一點就是 你也看到所有周邊的國家 基本上就是不希望北韓出現一個大亂的局面 大概每個人都是冷靜觀其變 所以短期內的穩定應該是維持到的 我要問一下許晶 我想你也有看昨天的主播 講一些話 你有沒有感受到那種威勢 我當然沒有Max這麼感性 沒辦法 你沒有這麼感動的想受 我快要轉了零星 第一就是金正恩 他身體不好 這個傳聞都有六七年時間 再加上之前他試過 在這個招式行為機的過程裏面 其實他的身形報仇 或者他早兩年參訪中國的東北地區 或者甚至去到北京的時候 其實他的健康狀況從他的外觀看 其實都很明顯地 其實大家都猜到的了 沒錯 其實這件事就是 雖不中亦不遠 以說一下說一下 這次就沒有人說的時候中了 那個接班安排是很清楚的 大家都看到這兩年多三年 接班安排是很清晰的 不但立了儲關 也有幾個附證都已經清清楚了 附證的人也升級 妹夫 妹妹那些全部都已經出來了 貴了 如果照這樣說的話 那個接班很順利 其實兩題 第一個過程暫時來看 沒有一個 至少表面上 其實表面上都不可能出了什麼事 你說真的好像中國 你說好像華國鋒年代 手起刀落 其實是兩次政變 一次就是出動暴力的政變 另外一次就是鄧小平請華國鋒下台 這個狀況就沒有在北韓出現 但實際上就是 一來金正恩就有兩大危機 第一危機就是 他父親和爺爺不同 即是他父親的父音 是真是北韓的國父的一個父音 實際上有些正式的公職 包括譬如抗日 即是無論我們說 其實今天在蘇軍 還是中共的軍隊裏面 其實軍階是很低的 或者他在抗日裏面 又不是真的有什麼戰績 但無論如何 他的而且確是很年輕的時候 有這個戰績 越催越勁 沒錯 所以他就是 金氏王朝的第一代的金太祖 他的公職 去作為一個附陰 給到第二代的時候 即是過了它 是的 過了一些credit給他 但老實講近這十年 尤其最近這十年 其實北韓的經濟狀況 民間的苦況 其實可怒而不可言 或者苦而不敢言 這個其實是 按照常理的推測 是可以撤上得到的 事實上八十年代之前 北韓的經濟和政治狀況 是遠比今天為好 甚至當時和周邊國家 和中國和南韓 其實並不太差 甚至當時蘇聯 中國都給了很多民資 沒錯 亦都令北韓很大 但是這十年這麼差 其實世界上去裏面 都張力很大 但是我看到 畫面那裏 每個都哭到 什麼 又跪了在那裏 那些人的樣子 也都很飽滿 在平壤 相信這種漁民的政策 的確一定程度 是收到效果的 但是剛才許卿都提到 近這十年 資訊也都 有一定程度的發達 起碼你看得到 北韓的人 是知道南韓的人 生活很好 好過自己很多 好過自己很多 之後 過去中國都不頑 中國都挺好的 就是出去以為不錯 也有人走過去 也有數以十萬計 中國那邊估計 起碼有二十萬北韓的人 是散居在東北三省 當然他走得 亦都會寄查錢 寄一些物資回去 亦都有一些通訊 亦都有一些通訊的方式 所以 就不是說 真是這麼封閉 另外一方面 前三年左右 由於飢荒都很厲害 就有些似似的 我們那個三年困難時期 大陸失敗後 引進三至一包的東西 自由地多了 自由市場開放 接著還引進一些貨幣的改革 肯定在這段改革的期間 那些人是見過一下 什麼叫做市場經濟 見過一下小小市場經濟改革 雖然事後當然倒退 主持歧視的財政部長 聽說都被 主缺了 不知道 主缺了 那些人都開始有些見識的 都不是說真的到夢茶茶 真的這麼蠢 而且 我聽一些美國的朋友 一些南韓的朋友去過北韓 他們都見到一些人面有菜式的 真是不少 真是不夠吃 但是我看到平洋的人 哭到Felive 我想除了是 如果我們入北韓是北面入的話 其實當然我們可以見到 周邊的人 甚至見到一些活動的生物 是比較少些的 動物都少些 連動物或植胚都是少些 插一句咀 南韓的朋友去過當地的明星 金剛山看 真是輸了幾棵 他說真的不見有小鳥 他們真的覺得風景非常漂亮 但為什麼沒有小鳥 沒有小鳥 我想他們的經濟狀況 不是所謂的相對貧窮 很嚴陣 真的是物資的貧窮去到這一點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們對這個金氏王朝的效忠的程度各方面 因為你怎麼說這些意識形態 如果不要說我連我子女的肚皮 都不能夠溫飽的話 的確會影響政治穩定 還有一個就是周邊地區先講中國 今天總書記說 那個樣子都嚴肅到爆 走了去 吊燃 軍事都嚴肅的 今天特別嚴肅又縮 厲害都很厲害 去到之後 大家看到 原來發了個吊燃出來 高度盛讚金正日 還有挺金正恩 似乎中國都覺得 定了一個 談好了數了 作為他大佬 我想這樣 第一就是 剛才我也想說 其實金正恩他存在最重要的價值 因為他父親應該兩三年前都知道自己行長就目 亦都不可能有什麼大的作為 但是那個 在先軍政治的體制下 他們比起中國政治體制更糟 其實他們那個 因為他們 立國之父 已經是強調 除了強調主體之外 就強調這個先軍 所以其實他們 黨政軍裡面 他們軍的角色 比起中共解放軍 其實更加難去駕馭一些 如果這個國家真正主導的 不是黨的官 而是軍官的話 其實他的政權 從結構上來講 那個不穩定性 或者不確定性 的確是存在的 因為無論怎樣說都好 軍人都是一種很特殊的力量 所以其實金正恩放在這裏 更大的程度上 其實是維護 就是你派生招牌 金家 是不是金契 我不知道 招牌其實是維護軍隊 即定在這裏 所以中國都要撐 如果今天這樣看 我相信 撐硬了 就是一般傳言 就是金正日 是帶過金正恩 去訪問中國 雖然我們 這些正確的報導 就是官方的報導 就沒有提過 沒有提過 但是一般都相信是做了 從北韓的角度來講 首先當然是希望 先取得中國的認可 對於穩定的局勢 是有幫助的 而且我們都知道 現在大大話說 北韓三四成的糧食 甚至一半左右的石油 都是中國來的 那你在一個任何大變動的時候 能夠保證糧食供應充足 石油 能源供應充足 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是我們中國農業 傳統就是青黃不接 通常這三四月都是北韓 糧食最緊張的時候 所以中國能夠表態清楚支持金正恩 甚至一般估計 會有些物資供應等等 是對金正恩政權 是相當有幫助 不過說得說回來 北韓一向都不想在一面倒的 這個也是很正常 當然了 休息回來再問 中國的拆硬似乎 看過西北韓都可以穩定些 不過不是的 周邊國家 有美國和日本都有點緊張 南韓更加在法國不對勁 為什麼這樣呢 一會回來再問 兩位專家 怎樣看周邊國家的反應